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畜牧 沼气 果树生产模式 传播农业科技 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 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近年来 我国畜牧业发展迅速 畜勤数量不断增多 所产生的粪便也随之增加 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所以 畜勤粪便的无害化处理 成为每个养殖场必须解决的难题 今天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种 生态循环模式 它是将畜勤养殖 与沼气工程结合在一起 沼气工程产生的沼叶 沼渣 在应用到果树种植上 形成了畜牧 沼气 果树生态循环模式 下面 我们通过两种不同类型的模式 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山东省的莱武市 有一个家庭农场 占地一百多亩 农场里种植着樱桃 这里的樱桃个头大 颜色鲜亮 价格也比市场上高出两倍多 但它却不愁销路 来采摘的游客也络绎不绝 听说这里的樱桃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 常年使用有机肥 尤其是找叶肥 随用随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它叫攀林香 是这个家庭农场的负责人 从2008年开始有机樱桃的种植 选购什么样的肥料就是攀林香的一大难题 因为有机种植对于肥料的要求很高 在当地很难买到符合要求的肥料 于是攀林香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在农场里养殖畜秦 那么它们产生的粪便 不就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吗 它这个循环那么多事 你还是又是养殖又是种植 听起来很麻烦 实际上就得这么干 因为这个油脂农业 它这个成本就很高 成本也很高 那你再加上一下 国家人生的油脂肥 那成本更高了 那怎么办呢 那就搞养殖 2010年 攀林香向当地畜牧局咨询 在专家的指导下 他决定养殖肉羊 说干就干 他在农场里建起羊社 开始肉羊养殖 攀林香的羊社非常有特点 它与我们常见的羊社 有着很大不同 您看 这羊社分为上下两层 攀林香称它为羊楼 理系养殖模式 一是接受了资源 再就是便于机会化管理 去口劳动效率 羊社的这个环境 也实现了这个 人为的客控 温度通风 更有利于这个羊织这个省张 羊社里宽敞明亮 估计没有刺鼻的气味 而且还可以闻到 饲料散发出的酸香 卷舍的地面上也非常干净 看不到堆积的羊分 那么这羊分都去了哪呢 肉羊养殖的这块 一个是漏分地板 这个羊分直接就落到这个分垢里 然后这个分垢以后 我们这个通过这个自动清分解 刮出去收集起来 便于这个生产油脊肥 配套的影响是这个自动饮水器 减少这个水的这个排放量 这样的羊社里 空气比较好 比较实际羊这个省张发育 原来这里采用的是高床养羊方式 所谓高床养羊 就是把羊养在有缝隙的石板 或者木板上面 离地面一米左右 羊分可以穿过缝隙 露到下面去 石板上的空隙 是他们反复琢磨才确定的 如果缝隙太小 羊分不易下落 如果缝隙太大 肉羊容易失足 插入缝隙造成骨折 高床养羊最大的好处 就是羊与分尿分离 避免羊脂踩烫 躺卧在分尿上 保证羊脂体表 干净卫生 有利于疾病防控 高床养羊 还有利于羊分的收集 羊舍每天只需清扫一次 羊分落入下方的粪沟内 粪沟里安装了自动刮粪机 在刮粪机的作用下 羊分被收集到羊舍的异端 高床养羊 机械清粪 保证了羊舍环境 省工又省时 清理出的羊分 由车辆运出羊舍 有了羊分 羊分就不用再花高价购买商品有机肥了 可是潘林香却高兴不起来 那他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呢 因为新鲜羊分没有发酵腐熟 直接使用有很多危害 羊分中含有大肠菌 腺虫等病菌和害虫 直接使用会导致病虫害的传播 导致作物发病 所以羊分在使用前 必须经过彻底的发酵腐熟 羊殖场一般采用自然腐熟发酵法 需要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使它们充分发酵 潘林香的农场肉羊存栏量一千多只 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羊分 自然腐熟发酵 不仅占用较大土地 而且长时间堆放 有异味影响农场及周边环境 除了羊分 羊殖过程中 还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水 也会造成环境的污染 正当潘林香不知如何所做时 莱坞市畜牧局的专家 给他提了建议 在农场里建设沼气池 沼气池建在地下 粪屋在沼气池里发酵腐熟 也不会影响环境 经过一番了解 潘林香认识到沼气池 处理阳分的好处 根据需求 他决定建设200立方米的沼气池 2010年 潘林香在国家触及养殖场 沼气工程项目补贴的支持下 自己又拿出了一部分资金 建设了以沼气设备为核心的 粪屋处理系统 这套系统的主要流程是这样的 先是粪屋收集 然后进入沼气池 进行燕氧发酵 产生的沼气用于烧水做饭 发酵后的粪屋 经过固液分离设备 分离出沼渣和沼液 沼气池一般在20摄氏度左右的温度范围内 投料后7天左右就可产气 大约在经过50天左右 池内的液料全部发酵完成 就可以抽取沼渣和沼液了 为了防止沼渣沼液中 微生物 细菌 重金属 受药残留等不符合国家要求 他们除了在养殖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规定以外 产生的沼渣 沼液也要定期送到相关部门去检测 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安全性 抽取的沼渣和沼液经过固液分离 分离出沼渣 沼渣的利用需要和樱桃的施肥周期相结合 在这个家庭农场 樱桃一般在秋季进行全员施积肥 因此 沼气池的沼渣就在秋季进行全面出料 作为有机肥供给樱桃树使用 沼渣的施肥方法 一般是在树冠周围挖施肥沟 结合樱桃树的大小 确定施肥量 把沼渣填入沟内 附土填平 这沼渣对于樱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沼渣中的主要养分含量包括 30%是50%的有机质 10%到20%的腐质酸 0.8%到2%的全蛋 0.4%到1.2%的全磷 0.6%到2.0%的全脚 是一种优质有机肥料 长期使用沼渣可以有效改良土壤 提高土壤保水抗旱能力 果树根系发达 生长适强 促进花芽形成和饱花饱果 从而达到增产提质的目的 除了沼渣 沼叶也是非常好的肥料 雇叶分离后的沼叶流入稀释池 沼叶浓度较高 使用前需要按照沼叶和水 1比1到2的比例进行稀释 沼叶它属于有机液态肥 含塑酵氮0.04% 塑酵氯0.03% 塑酵钾0.03%到0.04% 是一种塑酵肥料 主要作为追肥使用 农场里使用枣叶非常方便 可以随用随取 潘林乡的樱桃园 长期使用枣渣枣叶叶 土质疏松 养分含量高 丛生了很多杂草 这些杂草在潘林乡眼里 也是宝贝 因为这些杂草 都是肉羊的饲料 也是又一次资源的循环利用 潘林乡的樱桃连年丰收 不仅达到了有机樱桃的标准 还节省了不少肥料钱 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远去东站地是这个 一笔了什么地 就是光淡水镜头 这八十亩 一亩地算下来的话 省出这个四百块钱来 我的八十亩地嘛 就是这个三百多块钱 您看 这个家庭农场自己养殖肉羊 产生的羊分 经过沼气池 艳阳发酵 变成优质的有机肥 种植出有机樱桃 形成了养 着 果 种养结合的循环模式 对于其他地区的家庭农场来说 这种生产模式值得借鉴 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粪污量不断增多 也为果树带来了充分的肥料资源 怎样把养殖粪污转化为优质肥料 具体是怎样实现运用的呢 广告之后 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请继续关注 序木 沼气 果树生产模式 山东省宜元县 地处宜蒙山区 这里环境优美 水源丰富 然而随着当地养殖业的发展 大中型养殖企业越来越多 小的养殖场也聚在一起 形成养殖小区 粪污的集中排放 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如何有效处理粪污 这里的人们也寻找到一种 变费为宝的科学方法 针对养殖场粪污处理难题 养元县一直在寻找有效的 粪污处理方法 今年来 养元县果树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 对优质肥料的需求 不断增多 如果能把养殖粪污 转化为优质肥料 这不就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吗 随着养元县养殖规模的扩大 这个粪污处理 选择给我们的很大的难题 不断解决这些难题 我们通过介绍粥汽车 把养殖场的粪污 下到粥汽车里面 进行窝海花处理 在养元县的燕崖镇 由十几个奶牛养殖户 组成的养殖小区 奶牛存栏量 一千多头 每天产生粪污70立方米 面对养殖小区的 粪污处理难题 在农业局专家的帮助下 他们申请了 国家畜勤养殖场 沼气工程项目补贴 自己又拿出一部分钱 找来一家环保工程公司 根据养殖小区的 粪污产生量 设计建设了 以沼气工程为中心的 粪污处理系统 粪污处理系统的 主要工艺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粪污收集 收集的干粪生产有机肥 收集的污水经过固液分离 分离的固体粪便生产有机肥 分离出的污水进行艳养发酵 沼渣生产有机肥 沼液浇灌果树 沼气作为生活燃料 盐茂鲁是设计这个 粪污处理系统的工程师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他 了解一下 这套粪污处理系统 是如何运行的 现在的这个蓄木环保 它这个污染啊 我们是从源头上 把这个粪污尽量地分 分得越干净越好 把里面的粪渣 然后给它分出来 然后让水去发酵 盐茂鲁告诉我们 在粪污收集阶段 它们采用干清粪工艺 是将动物粪便和污水 分别进行清理收集 干粪采用自动刮粪机 或者是清粪产车 清理收集 减少了粪污清理过程中 污水的产生量 收集的干粪生产有机肥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水 则由管道或者灌车 输送到进料池 养殖污水的浓度比较高 为了减轻后期处理的压力 所以在进入燃养池之前 先进行固液分离 通过固液分离机 把污水里的固体部分 分离出来 固体部分也就是 剪出来的干粪粪 和固液分离机 分离出来的粪渣 一块进我们这个 有机肥堆肥系统 堆肥系统 我们是通过调度和翻堆机 然后混合一定的菌种 进行一个耗氧发酵 在这里面经过 有十天左右的时间 然后有个六七十度的 一个温度 然后进行一个耗氧 也是一个无牌化的 一个过程 经过耗氧发酵 杀灭了肝分离的 虫卵和杂菌 生产出优质的有机肥 过液分离后的污水 固体含量百分之一左右 进入燃养池 这里的燃养池 和我们之前 见到的沼气池 有着很大不同 从外观上看 有点像种植蔬菜的 温氏大棚 温氏大棚 主要是考虑到 这个冬季的一个保温 因为在北方地区 特别的山东这个地方 冬天的时候 温度非常低 好多沼气工程 如果温度不行 基本上就瘫痪了 咱这个发酵 是我们从设计上 是让它做的是中温 就是三十度左右 三十五度左右 原来这个温氏大棚 是用来给 燃养池保温的 在冬季 尤其是雨雪天气条件下 燃养池上方建设 温氏大棚 减少燃养池温度的散失 有很好的保温效果 在燃养池大棚里面 我们看到四个 长方形的池子 整个的燃养反应器 其实咱们看到的 只是地上很少的一部分 地下还有 接近四米深的 是一个深度 岩茂鲁告诉我们 燃养池是 早期工程的核心部分 采用按地下结构的 建造方法 有一定的保温效果 燃养池的形状 为长方体 地上部分一米左右 地下部分四米左右 一个池子的容积 大约三百立方米 总容积一千二百立方米 每个燃养池上面 都安装着一个拱形的 红色塑料膜 这是用来密封艳养池 和暂存沼气的 由于塑料膜的原料 是红泥塑料 所以也被称为 红泥塑料艳养池 我们选择这种复合材料 它最大的有好处 就是密闭性好 不透水不透气 其实它本身也是一种 废气物的利用 是炼铝的一个铝渣 就是咱说的那个赤泥 是它把赤泥 大量地掺到咱这个PVC里边 然后做成那种塑料 它是耐老化 污水从浸料口进入燃养池 采用推流的方式 在池内移动 浸料量与出料量保持一致 通过燕氧池的三维模型图 我们发现在燕氧池的内部 安装了一些隔板 这些隔板是做什么用的呢 它里面就是增加了一些折流板 让它都上不进下不出 下不进上不出 改变了它一个水流的方向 通过这个水流的方向 里面都是一些发酵的菌种和污泥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混合 在这种情况下 然后增加它的一个发酵效率 在燕氧池内安装折流板 加快了污水的流动和混合 提高了发酵效率 除此之外 它们把前后两个燕氧池串联起来 形成两级燕氧发酵工艺 污水在一级燕氧池 停留十天左右 再进入二级燕氧池 燕氧发酵七天左右 在二级燕氧池安装污泥循环泵 把二级燕氧池底部 富含燕氧微生物的污泥 输送到一级燕氧池 提高了一级燕氧池的发酵效率 两级燕氧发酵 污水发酵的更彻底 也大大缩短了发酵时间 从进料到出料 整个发酵时间大约为15到20天 发酵效率的提高 也加大了早期工程的 污屋处理能力 前面我们讲到 这里采用的是中温燕氧发酵工艺 适宜的发酵温度 为30到35摄氏度 那么在北方的冬季 依靠保温措施 能达到要求的温度吗 太阳能增温设施 主要由太阳能板 储水罐和增温盘管 三大部分组成 太阳能吸收太阳光 光能转化为热能 加热循环管道内的水 热水进入储水罐 另一部分储水罐的热水 经过管道 进入益氧池内的增温盘管 给池内发酵料也增温 冷水又回到储水罐 形成了一个循环增温系统 这样就保证它一年四季 横温发酵 这样的话在北方地区 就有效地减少了 就是说早期吃溅了 不能用的问题 像这个一千多立方米的 沼气工程 每天可以产生 沼气二百多立方米 这么多沼气 它们是如何利用的呢 严茂卢告诉我们 沼气中除了含有 甲烷 二氧化碳 还有硫化氢等气体 所以在储存使用前 需要做进一步处理 沼气利用之前必须得经过净化 它的净化主要的是两个 一个是去除水分 一个是去除它的硫化氢 我手上扶的这个 这个又是汽水氰激器 沼气里面因为含着好多水蒸气 通过这里面的一个 是水蒸气的一个去除作用 防止后面这个管道里面积水 还有防止这个 你灶上点火的时候 它的火会影响它的火的旺度 再经过脱流设备 去除沼气当中的硫化氢 就可以利用了 处理完的沼气 储存到红泥塑料制作的 储气袋内 再由沼气管道 连接到养殖小区的厨房 和附近农户的家里 燕氧发酵产生沼气以后 剩下的就是沼渣和沼叶 再经过固液分离机 分离出沼渣 沼渣进入前面介绍的 有机肥生产车间 在当地一般是秋冬季节 在果树种植中当积肥使用 它们生产的有机肥供不应求 给养殖场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肥面处理以后 这种渐渐的肥料 一年能达到3000多顿 3000多顿 那就是能收入到6万多块钱 除了固体有机肥 固液分离出来的大量爪液 也是非常好的有机液态肥 不过 爪液运输需要专门的车辆 为了方便果农使用 医院县农业局 在每个乡镇设立了爪气服务站 有专门的服务队 配有爪液运输车 免费把爪液运送到果农的地头 跟随爪液车 我们来到一个苹果种植基地 由于爪液浓度较高 直接灌溉容易损伤果树根系 使用前要根据果树的大小进行稀释 果农采用肥水同时的方法 在整行的果树两旁齐笼 在两笼间灌溉稀释后的爪液 达到肥水同时供应的效果 一年一半是四遍爪液 这个牙签一遍 花后一遍 八月肥一遍 上冬之前一遍 一共一样是四遍 这样我们就是节省的肥料 生出的三分之力了 还有多 您看 宜元县通过建设沼气工程 对初勤养殖厂的粪屋 进行集中处理 因地制宜 开展三沼综合利用 有机肥生产 沼液椎肥 液面喷湿 沼气灯杀虫等技术 有效降低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量 对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起到了推动作用 不管是家庭农场内的重养结合 还是养殖小区的集中处理 它们都是以沼气为纽带 把畜牧养殖和果树种植 有效结合起来 不仅解决了粪屋处理难题 生产出了清洁能源 还获得了优质的有机肥 提高了果树的产量和果实品质 增加了农民收入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好了 本期农广天地就是以上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 更多内容和讯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 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